大家所說的就是第一點 第一要點是最長的 其實不是的 第七、八點也是很長的 因為說到處理生命很多不同的事情 現在第二點就是神祝福和供應愛祂的人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就是因為錢為了供應而擔心 而聖經是告訴我們神是會供應的 神是會供應的 而聖經是有說到神普遍的供應 譬如說麻雀神都會看顧 我們都會看顧 但聖經有說到先求神的國和供應這一切 即是說越是愛祂的人 神就越供應更加美好的東西 大家都很熟悉這個經文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 而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那麼先求神的國是什麼意思呢? 第一個意思就是 天國想多些人入天國 就是想多些人得救 為不信的人祈禱 以及求神給我聰明智慧 如何帶去信耶穌 因為每一個人帶去信耶穌 都是不同的方法 有些人是情緒化 我們由情緒入手 他的情緒如何幫助耶穌 有些人是理智的 我可以由理智的方法去回應他 有些人在生命中有不同的問題 我們可以在他們不同的問題上 帶去信耶穌 但我們的心中是說 怎樣的方法 神啊你帶領我 就算他現在不聽 但我求神給我智慧 以後如何幫助他信耶穌 也祈禱更多人信耶穌 第二個意思呢 就是給神做王 因為神做王就是他的國 耶穌在我們的心中 是不是做王做主呢 耶穌在不同教會 是不是做王做主呢 如果每個教會 都是給耶穌做王做主 是很好的現象 不過事實上有很多教會 的確不是的 因為那些人是沒有什麼愛主 也沒有提升他們去愛主 沒有提升他們去侍奉 只是希望保持一群人 我講的說話不是叫我們批判 而是我們看到基督徒 不要以為他是基督徒一定會愛主 而我們又不用批判他的教會 我只是去分享耶穌很大的恩典 耶穌可以祝福你 我們如何可以祈禱 經你神的幫助、神的愛 你想不想我幫助 在這方面可以對你有些幫助 例如有些基督徒 有些基督徒 其實有很多基督徒 也有很多煩惱 有很多不開心的 在這些地方幫助他 讓他能夠堅固他的信心 不要以為回教會的一定是好基督徒 我們就是讓耶穌作主 耶穌作主在心中 包括我們的生命 即是我們家裡 是不是耶穌作主呢 我們的言語行為 我們跟家人的相處 我們跟家人的相處 回公司是否耶穌作主 我們跟朋友相處 有些人是這樣的 跟牧師一齊 正經了 牧師不在這裏 比較自由 說一些笑話 可以說一些笑話 可以... 我不知如何形容 好像露骨一些 有些色情笑話都可以說 有些不好的笑話都會說 這樣的時候 生命是有問題 不是被耶穌作主 即是跟人相處 有些人說 他們世俗人 我不能夠跟基督徒相處 我們跟他們相處的時候 我們不用跟他們的方式 例如我要打網球 我們住那裏 我們有個網球會 大家給了一些長租 一起打球 他們聊天 有些比較健康 有些是不健康 我便不出聲 我不用回答他們 但有些普通的聊天 我又可以跟他們聊天 這就是我們... 即是說在什麼地方 我都會被耶穌作主 不會因為人而改變 另一件事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大家去一些地方 如果你有駕車去吃飯 譬如要200元才可以免費泊車 有些酒樓的人說 我給你一張200元的單 那你收不收呢? 我們是不應該收 當我想到 其實保羅有句話說 他說我們試圖成了一台氣 被世人和天使觀看 這個經文我看到的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有一天 我們每一個場景所做的事 都會在世人、全世界的人 和所有的天使面前顯露出來 大家這裏有個屋頂 沒有人看到我們 但是到審判日子 這個場景會出現 這個場景會出現 到處坐滿全世界的人 和所有的天使 全部一起坐滿 然後審判過程 我不知道 不過我現在去形容一下 我們成了一台氣 被世人和天使觀看 這個經文 我們心裡在想什麼呢? 譬如說 這些事我做不到 我不行了 免得了 免得了 不想這麼用心 我都是做回我的事 神會在那時候 顯露我們的心思言語行為 我們既然知道這樣的時候 會不會說神幫我 任何時間都是榮耀神 我做的是神喜悅的 所以我又想到 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人要你去哪裏拿東西 乘搭地鐵去 去到 不需要按鈕卡 你站在裏面 我抵了給你 你就回頭 你可能走一個站 就是4元 但如果你去香港島回來 就很貴了 不過神到時會問你 為何你要貪這個便宜 你明明是乘搭地鐵 你回答他 為何你不付錢 我自己的心裡 神會提醒我這些事 我便會先出去 然後我進來 總之我不想任何 神會追討我的事 盡量讓耶穌做主 就算有便宜 我都不會去拿 譬如有時 有些地方 他說 我們去旅行 他說幾歲便可以減價 或者免費 我問他 香港人行不行 他說香港人行不行 我們才去用這個 但有些人不會說 就好像假裝是本地人 我覺得這些 在我們的生活上 真的要小心 或者是門稅 任何事情 欺騙的行為 我們都不要做 這就是被耶穌做主 並且 也很重要 我們每天都要榮耀神 整天都要榮耀神 這樣 這一切就要加給我們 這樣我們便可以放心 這一切就要加給我們 所以 我們會有足夠的資源 去做神 要我們做的事 你越聽神話 神就越給你足夠的資源 其實我們的福興宣教事工 我感謝神 讓我們能夠幫助很多國家去宣教 又可以去幫助 現在幫助非洲不同的地方 有六十多處的地方 買了儀器 可以看過的網上的侍奉訓 但本來我一個人 如何去做這些事呢 我就組織了一個機構 組織機構之後 也有些人去支持 所以我能夠這樣做 這是神給我的資源 即是當我有這個生的時候 神給我的資源 對當地的牧師都是很大的幫助 譬如最近疫情 有些人中了一招 他們不能進醫院 因為沒有錢 我不是每個人都會幫助 即是在我們的群體裏 他們有參與的 我便會幫助 有些人有意外 以及幫他們起井 有些重要的是 神都給我的資源去幫助他們 我便說 你有這個心 神都會供應你的需要 以至你能夠做到神要你做的事 這些是加在你的帳上 這些一切是神紀念的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相信 當我們聽神說 神就擴展你的領域 你會用更高的領域 去祝福更多人 你越聽話 神就越提升你 神為愛祂的人所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二朗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 這個經文讓我們看到 神的本性 祂這麼留意我們 祂會紀念我們 祂有想像力 為我們預備很豐富的恩典 祂一定不會有甩漏的 而且祂會超越所有困難 祂一定會將最好的給我們 給我們平安、興省、果子、果子、果人的恩賜 美好的計劃 提升我們的事奉和永恆的賞賜 一切都是最好的 我們越聽神的話 你看回頭你就會說神真是好 我看回頭 我心裡真的覺得神做了很多好事 我有空 我有很多故事可以告訴大家 我真的有很多事情 我都看到神是喜悅那些聽祂的話的人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少壯獅子還缺食忍我 但尋求耶華的什麼好處都不缺 就是 幾強壯的人 幾強壯的獅子都會缺食忍我 但尋求耶華的人 什麼好處都不缺 神會給足夠的給你 神也使用我們去提升 這些經文都會說到 那些聽話的人 神就會供應 神幫助我們 尤其在末世 在末世的時候 很多地方很困難 現在我們就OK了 我先講DW Documentary 你看到幾個國家 真的很淒涼 阿富汗 孟加拉 菲律賓 有不同的國家 他們的人都在 他們居住的地方 經常都會消失 很大的經濟困難 神給每個人的託父不同 求主幫助我們 每一個人進入神給你的命定 神有一個命定給大家 你聽神的話 你就能進入這個命定 做在人身上 我們一起讀 你們不要論斷人 就不被論斷 你們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們要饒書人 就必用饒書 你們要吸人 就必有吸你們的 並且用十足的星斗 連搖大岸 上沾下流的 倒在你們懷裏 因為你們用什麼良氣良吸人 也必用什麼良氣良吸你們 這個第二點是神功應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很多的應許 聖經有很多應許 叫我們做什麼的仇 你不要論斷人 就不被論斷 這就是應許 我就不會論斷你的 你不要定人的罪 我也不會定你的罪 你饒書人 我就饒書你 你給人 就必有吸你們的 其實這個原文是沒有人字的 中文就加了下去 英文是 或者原文是 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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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們是屬基督 將一杯水給你們 喝的 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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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什麽量氣量給你們 就是講到 當我們越是做在人身上 神就一定將更多好的東西放在你身上 我自己的事奉有一個原則 凡是有人找我 我一定幫他 包括那些衣服不認識的人 包括在不同國家的人 包括生命很多問題的人 很多人找我 在網上有時的人 很多人找我 不用擔心 每天都不用擔心 很多人我都樂以幫助 我會輔導 為他們祈禱 想提升他們的生命 為什麽我會這樣做呢 那些人和我的教會是無關的 其實我現在也不是一個教會 因為我現在主要是訓練、侍奉和宣教 總之做在人身上 不是一定要益我們自己的教會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 看到人有什麽需要 關心他、問候他 有些人未必喜歡你說我幫你 只是關心他 你覺得怎樣? 你那些困難怎樣? 你現對的困難有沒有影響你? 這樣去瞭解 這樣做在他身上 神就喜悅 祂就會將各樣的福氣給我們 所以聖經是很清楚地說到 聖經是除了神會照顧麻將 亦會照顧你們 也沒有講到什麽條件 但是夏文就有講到 是先求神的國 和祂的義的一切就加給你們 所以我們就看到 聖經是說到神特別祝福那些聽句話的人 越是聽句話的人 神就越是祝福的 好了 這個信仰分裂症 就是神給我一個名詞 信仰分裂症是什麽呢? 就是覺得世界給錢給快樂、成功、配偶、享受、屋、給人尊重 神就是天堂和屬靈的福氣 即是說 我要世界的東西 我就要在世界追求 我要神的東西就在神的東西追求 這個就是分裂 世界和神是分裂的 但其實世界一切都是屬於神的 我們不是追求世上的東西 我們是追求神 當我們追求神 神就會給我們足夠 這些一切足夠 讓我們可以發揮生命出來 所以不要有一個觀念 事實上有很多基督台 我要信耶穌 我都要在世界上成功 我不是說我們不成功 祂就會說 所以我要放多些精力在我的生意 我又會告訴別人 你越聽神的話 你都可以有智慧在你的生意做得好 神會祝福你的生意 所以我會鼓勵基督徒 我有時去一些店舖買東西 我會跟他們傳呼音 我又會告訴他們 你真是信耶穌 你求主赦免你的罪 求主祝福你的生命 神會祝福你的生意 有些老闆都會聽我說 他跟我聊天 有些人就不喜歡聽 但總之我有機會 我總是跟人傳呼音 這裏說到約書亞去到耶利哥城 我想大家都熟悉這個經文 他問他你是幫我們還是幫我們敵人 他說不是 兩樣都不是 為甚麼呢 很多人就說 神你是幫我的 神說不是 你是跟我 不是我幫你 我是你的元帥 我是萬軍之耶和華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所以不是我來幫你 他不是我們的僕人 他是我們的主人 我來是你聽我說 我就會祝福你的生命 耶穌亞就苦福在地下拜 我主有甚麼吩咐僕人 耶和華軍隊的元帥就說 把你的腳上的鞋脫下來 因為你所站的地方是聖地 所以我們來到神面前 有神 你有最好的心意 很多人就很掛心他的事 事實上在網上 很多人問我關於戀愛 神何時給我一個配偶 我說你聽神話 神就為你預備 或者一個配偶 或者一個美好的單身 有些人就說我不喜歡這樣 我說單身可以很開心 不一定要結婚 你結婚的人不好 你會很受苦的 你知道嗎 很多人不相信 我跟一些女性說 我說 你不要以為那些男生 就告訴你 我很喜歡你 就一定是喜歡你的 他是喜歡你的身體的 他說那男人都是衰 我說不是 有好的 就是有好的 不過很少 就算基督徒 都很容易 男性基督徒 都很容易被情慾影響 所以是需要大家小心的 是真的很留意自己的生命 是不是被情慾控制的人 是屬於少數的 所以我們是尋求神的心意 不是自然的 有個男生喜歡 就馬上湧過去 因為很多時候 男性的心態就是 得到一個女性 有一個女朋友 以及有性關係 是最喜歡的 那些男生走在一起說甚麼 我不是說男的基督徒 那些男性走在一起說 我認識那個女生 他也沒有用那個女生 這些字眼我都不喜歡說 不過他就說 那個女生 這樣就說 我怎樣 說一些肉酸的東西 怎樣佔他便宜 他怎樣容易 他講就是講這些東西 因為他的心就注目在這些東西 就不是注目在 我怎樣對這個人更加好 所以我們聽神話 就是在神面前 神啊 你是我的元帥 神祝福愛祂的人 以及成功神學的分別 成功神學 這個Prosperity Theology 有甚麼分別呢 腓勒比書一章二十九節 一起讀 因為你們蒙恩 不但得以信服基督 並要為他受苦 以及馬太五章十節 為二受逼拔的人有福了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應當歡禮快樂 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 在你們以前的先知 人也是者 用逼拔他們 在這裏 這個經文 Prosperity Theology 1章二十九節 他英文翻譯是比較接近原文的 就是講到 It has been granted to you to believe in Christ and to suffer for Him 即是賜給你 賜兩樣給你 叫你可以信耶穌 第二 為祂受苦 有些人說 那我不要別的 為祂受苦 那便很慘 這個經文告訴我們 基督徒是會受苦 因為耶穌說 世人未恨你之先 恨了我先 世人是恨耶穌的 為甚麼呢 因為耶穌是 在不同的宗教 很多人不信神也好 即是不信有神 無神論 他對於佛教的人 他接受得多些 因為是人的努力 人的努力 人的功勞 但是基督教 有個神 白白的救你 射面你 然後毀身跟從神 他們覺得這個觀念 他們很抗拒 而且 魔鬼使得他們抗拒耶穌 所以魔鬼就會 將你的意念放在心裡 所以基督徒是會受迫白的 或多或少都會受迫白 成功神學有一個這樣的觀念 就是說 當你聽神話 尤其說到奉獻 你奉獻了錢的時候 神就會叫你 叫你成功 叫你成功 事業成功 錢財成功 我聽過一句這樣的說話 你如果真的好聽神的說話 你不會貧窮的 你不會貧窮的 我自己就這樣說 我們未必是變得有錢 但是有些基督徒都很貧窮的 他不是一定說 要很多錢才叫神祝福 他可以在貧窮中有神的幫助 有些非洲的牧師他們真是窮的 但是神是給他足夠 即是說 不是一定在世人的眼光 Prosperous 封聖的 而是在神裡面有封聖的恩典 但是神會給他足夠 讓他能夠存活 以及讓他能夠榮耀神 所以基督徒 我們其中一樣領受的恩典 就是恩得救 第二個恩典就是我們為他受苦 是恩典來的 因為耶穌說了 為我受惡以受逼迫是有福的 因為天國是他們的 你的賞賜是大的 所以神會在受苦的時候 亦都會與我們同在 跟我們講說話 感動我們 叫我們更加得到神的祝福 先看看 那個還有那裡 為惡以受逼迫是有福的 賞賜是大的 神是為我們每一個人 都預備一個最奇妙的計劃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